第2位 吉米热狗 Hello 大家好 今天來吃熱狗寶 吉米炒狗 OK 今天來吃這個吉米热狗 那它是一家在高雄的美式餐廳 現在在英口的山井也有這個快閃店 那是專門賣美食熱狗寶的店 那我們今天就來吃看看它跟大肯寶有什麼差別 那我們先來擺盤 首先是這個 這個是日式和風洋蔥什麼的 不錯不錯 挺美的 再來是BBQ 一些洋蔥 你們看到有一個熱狗 這個是他們的招牌 起司牛肉醬 因為我拿的時候有點擠壓到 所以看起來不是那麼美觀 應該是蠻好吃的 好的 以上就是這次的吉米熱狗 吉米炒狗 起司牛肉醬 日式和風 BBQ醬 那我們就開車吧 現在吃我們的起司牛肉醬口味 看起來有點混亂 因為我是外帶 它包起來就有點壓到 你買完這些食物換起來比較好 他們說他們是米墨牛肉醬 還有這個德式香腸 我們要一口看看 牛肉醬的味道我覺得很棒 不會說太濃 吃起來很舒服 香腸的口感 吃起來蠻脆的 蠻脆的 不會說太軟 畢竟是德式香腸 麵包的部分看起來是蠻普通的 牛肉醬的用量還蠻多的 等一下看一下我的 很鮮麵 肉醬的味道不錯 有點像義大利的肉醬麵那種肉醬 它有點淡淡的咖哩味 不容易吃飯 很香的 然後有點微微的大味 淡淡的味 它做完它可以讓你自己加洋蔥或是酸菜 或是那個 這個也有黃瓜 這個口感還蠻明顯的 很脆很脆 這個 起司肉醬飽 135塊 今天的第一餐 好像是因為 它是快閃電 所以它比高雄本店的貴一點 很好吃很好吃 再來吃一點甜甜的感覺 日式的 裡面有一些香腸 有洋蔥 洋蔥看起來蠻好吃的 還有海苔 因為那一隻 這種甜甜的 我蠻喜歡的 我來日式的就是有點甜味 我喜歡 洋蔥噴脆 洋蔥它有一個柴魚味 就是柴魚醬 我覺得也很香 它有分手工香腸跟德式香腸 手工香腸比較貴 然後比較長 然後我是買德式的 麵包好像比一般的大 大漢堡大一點 它麵包都是有 放在烤盤上烤過 口感比較好 米乃滋跟柴魚 還有洋蔥 海苔搭配起來很好吃 味道有點像那個 剛剛有沒有吃過 Seven的一個 海苔肉手捲 就嚐上一條 那是這樣的 日式的是99塊錢 價格我覺得還行啊 可是如果就一個大漢堡來說 價格的話 我先偏高 口感很好我覺得 而且如果你現場吃 那個一定更好 像我們的 BBQ 烤肉醬的 BBQ的看起來 都鮮普通 這樣只有零醬 還有丟一些洋蔥進去而已 所以 反而說到那個 有點酸跟甜甜的烤肉醬 那個洋蔥比較多一點 聞起來有點像那個 新加牛排的那個 牛排醬 那還不錯 小黃瓜酸菜 那些什麼都可以自己認定醬 它目前就只有在高雄 有一個粉店 然後林口奧類有那個 快閃店 台北好像還沒有 他還有賣那個 裸體熱狗寶 就是麵包跟熱狗 然後讓你自己 配料 反正要79塊還多少塊 感覺不太超吃 因為你點其他東西 你也可以自己加料 最後一口 呃 總體而言 味道絕對是不錯的 特別是它的那個 起司牛肉醬 有點辣辣的 有點咖哩味 可以加上起司這樣 融入在一起 太棒了 那日式和風洋蔥這樣 它名字有點台詞 我沒有記憶太清楚 比較偏有點甜甜的 然後洋蔥 它配海苔跟美乃滋 口感就是很清明啦 很清明的口感 那BBQ的話 對我來說啦 我沒有說特別喜歡 有點普通 就是鹹鹹甜甜 那它 價位基本上都是 差不多150塊以內 最貴的 是140幾塊 好了 那基本上 有什麼要提的嗎 那它是快產店 在高雄 跟 林口竟然有 那如果大家要查的話 可以去Facebook查 叫 Jimmy Hot Dogs Cloud 好了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Jimmy熱狗 Jimmy's Hot Dogs 美式熱狗寶 的一個 平常 謝謝大家